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有很多年的时间他都跟着他去做晨间散步 但是他从来不说任何话 这是为何呢 今天小万就来好好说一说这其中的奥秘 静心是冒险 是人类头脑能承受的最伟大的冒险 静心只是存在 不做任何事 没有行动 没有思想 没有情绪 你只是存在 它是一种全然的喜悦 当你什么也不做时 这个喜悦来自何方 它无处可来 或者它来自每个地方 它也没有原因 因为存在就是由所谓喜悦这种材料组成的 当你什么事情也不做的时候 身体上的 心理上的 在任何层面上 当所有的活动都停止 你只是存在 就是在 那就是静心 你不可能做它 你不可能练习它 你只有去觉悟它 无论何时 当你能找到只是存在的时候 那么你就抛掉所有的作为 思想也是在做 全神贯注也是在做 沉思默想也是在做 即使只有一个片刻 你不做任何事情 你只是在你的中心 完完全全的放松 那就是静心 而一旦你获得了它的诀窍 你就能处在那种状态 想多久就多久 最终你能一天24小时都处在那种状态 一旦你已觉知你的本性能保持不被打扰的方式 以后慢慢的你就能开始做些事情 并保持你的本性不被打扰的警觉 那就是静心的第二部分 首先学会怎样存在 然后学会一点点行动 静心并不反对行动 它不是要你逃避生活 它只是教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你变成了旋风的中心 你的生命继续着 事实上它会更强烈地继续着 带着更多的快乐 带着更多的明镜 更多洞见 更多的创造力 但你是超然的 只是一个山顶上的关照者 只是看着你身边所有的事情发生着 你不是作者 你是关照者 那就是静心的全部秘密 你成为一个关照者 在犹太教中有一个反叛的神秘学派 名叫哈希德姆派 他的创始人贝尔学姆是一个少有的人 有一天午夜他从河边回来 那是他的习惯 因为夜晚的河边是全然的安宁与清静 而他常常只是在那坐着 什么事也不做 只是看着他自己 看着 看着 这天晚上当他回来时 途经一个有钱人家 有个看门人站在门边 那个看门人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每天晚上这个时间 这个人就会准时回来 于是他就跑出来说 请原谅我来打扰你 但我再也忍不住我的好奇了 你每天日夜地萦绕在我的心头 你究竟在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去河边 我已经跟过你好多次 而那什么也没有 你只是在那坐几个小时 到了午夜你又回来 贝尔学姆说 我知道你好几次跟着我 因为夜晚是如此寂静 所以我能听见你的脚步声 而我知道每天你都藏在门背后 但这不仅是你对我的好奇心 我也对你感到奇怪 你在做什么呢 他说 我做什么 我只是一个看门人 贝尔学姆说 我的天啊 你给了我一个提示 这也正是我的事啊 看门人说 但我不明白 如果你是个看门人 那么你应该看着某状房子 某个宫殿 而你坐在沙滩上 在那看什么呢 贝尔学姆说 有一个小小的区别 你在看着外面 或许有人会进宫殿 我只是看着这个看着 谁是这个看着呢 这就是我毕生的努力 我看着我自己 看门人说 可这是件奇怪的事 那谁来付给你报酬 他说 这是如此的幸福 如此的快乐 如此伟大的祝福 它本身就是巨大的报酬 只是这一瞬间 而所有的宝藏都无法与之相比 看门人说 这真奇怪 我毕生都在看 我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美妙的体验 明天晚上我跟你一起去 只要指点一下 因为我知道怎样看 只是需要不同的方向 你是看着某个不同的方向 只有一步之差 而那个一步就是方向上的 层面上的 我们不是将意识集中向外 而是闭上眼睛 将我们的意识集中向内 而这你将会知道 因为你是一个知者 你就是觉知 你从来不曾失落它 你只是将你的觉知缠绕在无数的事物中 将你的觉知从各处收回来 只要让它在你自身中好好休息 而你就已经到家了 最基本的核心 静心的灵魂就是学会怎样关照 观看的本质 觉知和警觉的品质 那就是静心所在 记住一件事 静心意味着觉知 无论你做什么都带着觉知就是静心 整个的关键就是你不要无觉知的行为 那你做什么都是静心 觉知的第一步就是关照你的身体 慢慢的 慢慢的你就会变得对每个姿势 每个动作都有所警觉 而当你变得觉知 一个奇迹就开始发生 你以前习惯做的许多事情一下子消失了 你的身体变得更加放松 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协调 一种深沉的瓶颈在你的体内开始呈现 一种美妙的音乐在你的体内脉动 然后开始觉知你的思想 对思想必须是同样那么做 它们比身体更加微妙 当然也更加危险 而当你变得觉知你的思想 你会被你的内在所进行着的感到吃惊 如果你将在任何时候所进行着的一切记录下来 你会大吃一惊 你将不会相信这就是你内在所进行的事 过十分钟后你读它 你会看见里面有一个发疯的头脑 因为我们并不觉知 这整个的疯狂不断地涌动着 就像一股暗流 无论你在做什么 它影响着你 或者你并不做什么 它也影响着你 它影响着一切 而它的全部总和就将是你的一生 所以这个疯子必须被改变 而觉知的奇迹就是除了只是变得觉知以外 你无需做任何事情 正是以观照它的现象来改变它 慢慢地 慢慢地 那个疯子消失了 渐渐地 渐渐地 思想开始落入另一种形式 它们的混乱不在了 它们变得更加有序了 而后再一次 一种更深的宁静 呈现了 而当你的身体和你的头脑是宁静的 你将看见它们相互间也是和谐的 那儿有一座桥 现在它们不再会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 它们不再骑着各自不同的马 第一次 它们协调了 而那种协调对第三步的工作 有很大的帮助 那就是变得觉知你的感觉 情感和心静 那是最微妙的层面和极其困难的层面 但是如果你能觉知思想 而后它也只是更进一步而已 需要一点更高的觉知 于是你开始反映你的心静 你的情感 你的感觉 一旦你觉知所有这三者 它们都能连接成一个现象 而当所有这三者就是一个 完全在一起作用着 一起哼唱着 你便能感觉所有这三者的音乐 它们已经成为一支管弦乐队 于是第四步发声了 而这是你无能为力的 它照着它自身的发声 它是一个来自整体的礼物 它是给那些做了三个步骤的人回报 这第四步是使人醒悟的最终觉知 一个人变得能觉知到他自己的觉知 那就是第四步 他能造就一个醒悟的佛陀 而只有在醒悟中 人才会懂得什么是喜悦 身体知道快感 头脑知道高兴 心灵知道快乐 第四步则是知道喜悦 喜悦就是求道者的目标 觉知就是通向目标的道路 重要的事就是你是关照着的 你不忘记关照 你一直在看着 而慢慢的 慢慢的 当那个看者变得越来越统一 越来越稳定 越来越不波动 一种变化就发生了 你所看着的事就全都消失了 看者自身首次变成了被看者 观照者自身变成了被观照者 今天的内容你理解了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发表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继续